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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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可能在于教育不公 医疗不公 身为榜上不公 等等问题 因而 与其去等待伤害发生以后再去弥补 再去补偿 不如我们主动一点 用回来已经设置好的机制去防止这些隐患发生 去防止这些伤害的发生 简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是身体的重要处冲部分 他也在说伤害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 那么国民对一个国家来讲是最核心的这些部分 如果国民一旦受伤害了 国家也毕竟受伤害了 我们每个人才是国家真正的减量 如果我们的减量被压款 国家还能进步吗 还能抢当吗 现在我放了14亿根减量 不去管 不去问 想把去评选几根减量出来 说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减量 是意欲可在的 我们是国家的减量 我们的减量好不好 决定了国家好不好 国家好不好 看我们的减量是否去承受了太多 太重的负担 看我们的减量是否遭到伤害了 所以人大选举 其实就是我们挺直我们的减量 走到投票上 投下我们 捉住和神职的那一票 去选择一个真正值得我们信任的人 让他们成为我们的概念 用人大的机制去防止伤害 防止我们遭受不公 防止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去保证法律的实行 去保证我们社会的公平 与正义 当然我作为一名参选 我会努力去做 去作为一名 大家都认识了 信任的参选 并且假如我当选以后 有一天我做的很够好的 所有的选民都可以罢免我 我想这是作为对于我家一名参选 最好的约束和监督 也是我们每一个选民 对我们自身的权利最早的捍卫 然而也会这么想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身上的起点 好谢谢各位 下个礼拜一再见 下个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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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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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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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